我们的歌六关选了第二轮的歌手 我只能说失望 毕竟自从第一期出了张清芳和麦克雪 我们的歌在嘉宾阵容上 我是超期待的第二轮歌手 如果说期待只有上文杰 当然国外的歌手不做评价 真不熟 但说不定旋律想起来 就知道了 李承炫披荆斩及时期超喜欢他 但是他属于需要唱跳节和比较出彩的那种 他在天子的舞台唱的木色回祥 只有我觉得一般般嘛 飞道尔 爱乐 小鬼王林凯 我就问问我们小马马佳琪和0713的哥哥们呢 网传我们的歌八月十四分之十三号的录制阵容 陈楚生 苏醒 张远 马佳琪 古剧机 如果说是这个阵容来 我还是期待的 但是如果是这个阵容 盲配盲和这一party就取消吧 07133兄弟也太熟了 一开口就知道了吧 古剧机也和陈楚生路过生生不息嫁年华 不过忙不忙合得不重要 有好听的音乐就行 东方卫视我们的歌第六季已经开播 今年节目与往年相比有很大分变化 那就是没有了炮灰 首轮不会有嘉宾遭到淘汰 除此之外还邀请了国外艺人一起参加 目前节目组官宣了第二轮歌手嘉宾名单 总共有六位歌手 其中三人是外籍歌手 两人是说唱歌手 两人是选秀冠军 三人是外籍歌手 李承炫 飞道尔和马埃阿昂格雷克三人是外籍艺人 李承炫是美籍华语歌手 近年来 他也参加过很多综艺节目 他更是多次参加了芒果台的P歌 因此这次他参加我们的歌网友们也是非常期待 飞道尔是马来西亚年轻代歌手 虽然他出生在马来西亚 并且父母也都并非华人 不过由于他从小就接受中文学习 因此他的中文也非常好 目前他也是发表了多首中文歌曲 在中国受到了很多年轻人的喜爱 莫尔埃阿昂格雷克是一位备受瞩目的拉丁都市流行歌手 他的音乐融合了hip hopper和popper元素 深受听众喜爱 他的作品L.M.A.K.I.N.O.N.和Parrito等 在中国受度也是非常广 两人是说唱歌手 艾热和王林凯两人都是说唱歌手 王林凯参加了2017年的《中国有嘻哈》 当年只不七十强 四年参加了爱奇艺男团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 最终获得了九人男团9%的成团名单 因此正式出道 目前他的人气非常高 也是个大综艺节目的常客 因综节目他也参加了不少 还是多档说唱节目的导师 小鬼也参加过我们的歌 他参加的是第一季 当时与人嫌棋两人组队也留下了多个经典舞台 艾热是2018年参加的中国新说唱前身 中国有嘻哈 他也是当年的冠军 随着他夺冠 他的人气也是大增 近年来他也参加了不少殷宗节目 但大多数都是说唱节目 因此这次上我们的歌他会和谁合作 我还挺期待 两人是选秀冠军 除过爱热之外 双文杰也是通过选秀冠军出道的歌手 他2006年参加了芒果台的超级女生 并且成功夺冠后人气一直都非常高 近年来他也是各大音宗节目的常客 目前他更是刚刚参加完芒果台的浪姐 而浙江卫视的闪光的夏天正在热播中 他便再次出现在东方卫视的音宗节目中 再次出现在是没关系的 为和我介绍一下 不能让我们留在座获得 我再次出现画一段时间 一点点声 为我们可以彻得我们暂学 有点灯い 很阻抗地乱 可нی为买 可乐 绝